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html5 video 台北一名姓卿被通气的渣男 以英伦为酒店内的女友不甘闺蜜变直播网红 两谎称介绍外拍工作 将小摩又骗到一处商场荒废地下室 闺蜜冷眼目及男友姓卿 乐壁小摩 还协助男友打灯 随后洗劫财物 闪逛101驻台中五星级饭店 市邻地检署漏夜复训 女友坚称南方犯案与他无关 但检警查出两案发时都在命案现场 依涉犯杀等罪向法院生压获准 今日出版的苹果报道 惨遭杀害的陈庆小摩 22岁 与相视二年的闺蜜梁思慧 22岁 同位外拍小摩 陈女外形较好 脸书拥有五万多名粉丝 还是直播平台当红主播 但两女沦落当酒店妹 不甘陈女当红而产生度星 两女两个月前认识男友陈宇 24岁 自称是知名品牌 Klo1顾问 实际上是无业隐从 有性侵 炸西前科 住在北市巴德路万象大楼 日前将陈女骗到该栋大楼地下室沙海 警方表示 本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许 两皇称介绍五千元外拍工作给陈女 将陈女骗到万象大楼 两女与陈贤陪着陈女先到附近便利店 没多久陈女一独自进入大楼 两贤接着一前一后进入 将陈女骗到地下室后 两女负责拿手电筒 陈贤则将陈女性侵 然后用陈女包包的肩带将她勒毙 两女在一旁观看全城 事后将陈女尸体拖到角落丢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称